宇宙印象深度科普兰姆第678期,早期地球是什么模样? 这个问题一定有许多人想知道,其实地球一出生,就带着很强的移居特点,至少地球在移居轨道上,同时地球的质量、体积、内部结构等都暗示地球的未来不简单,能够支持生命。 近日一位艺术家绘制了一幅早期地球的概念图,正是根据当前科学发现所绘制的,此时地球已经有了海洋,但大量的火山喷煲还在继续中,受到火山爆发和熔年流的影响。 地球上开始有了一些生机,因为火山活动代表着其内部有强大的活动,板块之间的运动是别的行星所没有的。 在地球形成的五亿年之内,没有足够的物质形成地球表面,来自内部的火山喷发物质开始填满了地球表面。 科学家使用各种不同的地球化学数据来研究地表的变迁。 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估计,地球在40亿至25亿年前形成了地壳结构,其仍然来自火山喷发,这是地球形成的基础物质。 大气和海洋诞生之后,为生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 最全球海洋PH值和全球温度都在不断变化中,分减强度也在波动的剧烈,从减性到腐蚀性酸性都可以存在。 地球的碳循环是约束这些变量的关键。 科学家发现火山释放二氧化碳,将碳排入大气之中,然后通过沉降作用下降到地表,溶解岩石并释放内部的离子,最终抵达海洋中并形成碳酸钙。 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空气中的碳,被锁定在了岩石中。 这些碳中的一部分回到地球的地面中,重新进入火山喷发循环,碳重新被火山喷出,如果要让化碳排放量增加,温度就会上升,进一步促进了海底风化的效果。 这样地球上的大陆开始逐渐巩固了。 我们可以看出,在早期地球上,陆地其实是很少的,海底风化的增强将陆地面积扩大了。 从45亿年前到30亿年前,地球上的历史时期,大部分都处于这种状态。 海洋中的PH值,缠减度开始逐渐调整,促进了生命繁衍。 在太阳系中,还有一颗行星拥有如此概率,这就是火星。 火星上也有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硅酸盐岩石,因此火星本应该是有生命的,至少连别者都认为火星上,出现生命的概率是很高的,只不过还没有被发现而已。 同时,科学家也怀疑,地球上第一个生命可能出现在热液喷口中,这里的环境是满足生命存在的。 人类要从40多亿年前的早期生命演化至今,并且取得成功,需要的还是很大的运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